鸡肉沙爹吃多了 猪肉沙爹也不难找 但西方有很长沙爹 你吃过吗 在麻坡摊时间 便有一家沙爹当 不但有与众不同的沙爹串 而且还好吃到要排队 人人称为沙爹宅的老板 杨志欣说 祖父于50年代从中国潮州拿来后 便落脚在麻坡摊时间售卖润润 当时主要卖的就是西方 鸡肉 猪肉 猪肝和粉肠 父亲与姑姑在70年代接手后 才改成炭炒沙爹 为了缅怀祖父的奋斗起点 这家沙爹当60年来都不打算开粪店 所以想要吃阿爹沙爹的吃过门 就只能来麻坡摊时间排队咯 咯 还要吃什么 咯 咯 虽然 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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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